大家好 又是我達達 今次為大家看回Lokia M8 的比較有趣的功能 即是隨機附送的兩條連接線 一條是HDMI的連接線 可以接駁一條HDMI的電線 可以回到電視 另一條是USB的連接線 可以接駁鍵盤和滑鼠 我現在做的示範就是 同一時間接駁了HDMI的影像輸出 以及接駁了輸入裝置 即是這部鍵盤和這個 類似Touchpad的滑鼠裝置 你見到我一邊移動Touchpad的時候 這裏也會有一個Cursor 就會顯示出來 而我按鍵盤的按鈕 在這裏也會見到 與此同時因為輸出了電視的關係 亦都可以用鍵盤和麥克風去做這個控制 其實即使是聽歌或看電視 都可以用同一個方法 譬如我們看相片 有時候因為這部EMBA 都是用Touchscreen 所以鍵盤的這些小下左右掣 都蠻實用的 就好像模擬以前Lokia 舊一點的一些機器 其實看片都是沒問題的 我拿一些比較高質素的影片給大家看看 在Shinema輸出的時候 在這個影片的話 在這個EMBA上面就看不到 你看到細緻度都很高的 HMBA輸出包括聲音和畫 亦都支援到比的Digital的制式 音響方面都蠻好的 這是我的侄女 這段片段是720P的片段 也是這部相機直接錄出來的片段 比率率是大約12Mbps 看到AMBA的處理影片的能力都非常高 即使十幾Bps這麼高的比率率的片段 都可以很順暢地播放 在電視機看的時候都很清晰 要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想用鍵盤或按鈕 最好是用有線的鍵盤和按鈕 始終因為USB鍵盤的電源都是有限的 有時候都會接收不到無線的信號 所以都建議大家用有線的鍵盤或按鈕 但如果你想跟兩樣圖示器用的話 就一定要像我現在這樣 即使用一些比較省電的裝置 即是一個無線的發射器 插入USB的接口就可以了 其實按鈕的操作都蠻簡單的 純粹是按鈕的按鈕 如果按鈕的話都可以對應一點點的動作 而右按鈕就會是一個 去到HOME SCREEN 即是跟HOME按鈕一樣 右按鈕的按鈕呢 如果長按按鈕的話都可以去到TASK SWITCHING的模式 因為我單手打字 為何手在拿著相機 所以比較慢 但你看到其實都是對應到這些符號 都沒有問題的 其實比起用Virtual Keyboard 是快很多 如果你習慣用鍵盤來打字的話 那其實這樣的設置 都可以約莫取代到某部份的電腦功能 亦都可以用它來上網 都是用手機的Web Browser 當然你們可以用其他的 Browser都是沒有問題的 Opera Mobile 或者Opera Mini 都可以用到這個Keyboard和Mouse Cymbian 3 裡面的這個browser 都是看到一些 比較full size的web page 都是沒有問題的 看到這裡有些flash的廣告 亦都可以看到的 你看到其實這一頁都幾複雜 都幾大版 都是完全顯示到 可以用HDMI的輸出 所以它的畫質比N900好很多 而其實它的輸出 就真的是1比1的輸出 你看到我啟動了相機 都可以透過這個 HDMI 就把相機拍到畫面即時輸出 甚至是可以拍照 對 都沒有問題的 真的1比1的輸出 而玩遊戲 都可以透過這個HDMI去輸出 譬如Angry Birds 都可以用這個 在電視上玩 或者在手機上玩 那個樂趣就差很遠 因為大了的畫面 就過癮很多 這樣用Mouse玩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折 試一下彎彎 看得到嗎 學藝美精 再試一次 看到嗎 因為我用無線Mouse 所以有些情況下 用一下就會用不到 就好了 那我用回Cutscreen 吧 現在在玩賽車遊戲 就是在用這部N8的Sarometer去玩 那就是 有一條HDMI線扭著 比較累積一點 但是呢 因為大型螢幕玩 那個觀感 感覺都好很多 真的好像 在開一部真菜車 那樣 我現在單手在開相機 另一隻手在開一部M8 還有一條線扭著 所以 操控就不太好 大家可能有點頭暈眼花 那就 不過讓大家看看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的 現在就好了 可以做結束 那就很小 所以 現在我們很容易 可以做的 然後可以做 easier 可以做到 成功 麻煩 在用有一個 麻煩 蒼蠍書入法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鑑定了鍵盤的話 我在這個打字就會用英文 不會懂得對應相應的蒼蠍字根 所以如果用蒼蠍的話也要留意 其實這些按鈕都是用Touch Screen 或Mouse 用的 用鍵盤就未必可以很快地打到Touch Key的字 手寫方面也可以用Mouse 但是用法比較困難 因為手寫的時候用Mouse 要按左邊的按鈕 然後要移動 放手 再按 其實那一下的動作就會被視為鬆了手 這樣就選了一字 這個可以在調校速度上調校 如果連筆的話也可以寫到少少 但是變色率就會差一點 這裡我鑑了我desktop電腦上面的那套 Keyboard的Mouse 也是一個無線的Receiver 也可以看到Mouse Cursor可以在動 還有Keyboard也可以打到字 除了可以插Keyboard和Mouse 這個M8的USB這個設計 也可以插普通的Storage手指 比如這隻普通的手指 裡面有一些文件 我可以鑑進去M8上面 去讀出這些File 插了手指之後 會看到手指在那裡閃 與此同時 M8也會馬上彈出檔案管理 然後告訴你 有什麼DRIVE可以讀到 G母號的G母號 就會是這隻手指 這隻手指是1GB的手指 只剩下500MB 我選擇它 你會看到裡面的File 就是手指裡面的File 如果是支援格式的話 大家都可以直接進去開 譬如有些聲音的檔案 它就會召喚相應的程式 如果有些不知道的格式 它就會說開不了 譬如隨便一個 它就會說無法開啟 但是即使無法開啟 我們都可以按住這些File 就可以做刪除或傳送 或者改名的動作 譬如你有一個File 是PC的File 想傳送給別人 你也可以用這個功能 很簡單地把手指上的檔案 傳給其他人 除了手指之外 M8的USB模式 亦支援其他大容量的裝置 我現在這個例子 將這個2.5吋HDD透過USB線 接駁到M8上 由於M8本身手機的電壓 都不夠推動這個USBHDD 所以這條USB的分叉線 電源接駁到流動的充電池 只要足夠電的話 其實M8都能夠讀取到 2.5吋HDD上的資料 這個就是HDD內的資料 這就是HDD內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 沒有問題地讀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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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